A.I.分類 A.I.分類 有了,好 那就是我們這一組呢,就是希望可以讓之前我們一直失敗的GinV的機器人 就是他可以回答一些,就是我想要找專案或我有什麼專長 然後可以找到相對應的專案 那我們今天就是有這位張鈺,還有一群好像是大事的朋友 他們應該在吃炸雞 就是他們一起就是有試著把這個跑起來 但是因為我也沒辦法說明他到底是什麼,總之就是有成功 然後我們現在就請他live demo 一下 可以看一下現在他在輸入,就是他的問題會說 你想要問有關GinV的問題 然後他現在就說我想要找有關於環境的議題,幫我推薦一些 然後他就會跑出來,可以看一下成果 確實是有跑出就是 比如說友善,環境同溫層,環境資訊層 他會推大概三四個就是專案 然後最後他會選一個告訴你說 應該就是他會有一個某一個機制選出來 就是說他上面藍色這邊兔的呢 他是只是用Embedding去對比 就類似你可以想像成他在語意上 找最相近的三個可能的專案 然後呢,這邊是JchatGVT 他會去根據這三個參考的回應 他不一定會使用他們 但他會參考 然後參考之後輸出答案 就回答,對 那你可以看到他輸出的是環境污染這個 還有友善環境同溫層 那他略過了哪個? 他略過了第三個,對 但是至少這兩個都是符合的 然後就是可以有不同的這類型的 對 然後現在,剛剛的問題是問說 就是我想找環境的專案 接下來我們可能可以問說 我是一個設計師 有哪些專案我可以幫忙 Live Demo 等他一下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 誒,這是結果了嗎? 這是,還在跑 但這個是... OK,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搜索結果 有一個新聞卓木鳥 然後歌蘭瑋跟求知小幫手 因為他們在關鍵字都有打到設計 所以他就可以跑出這三個reference 然後最後的回答就會跟你說 有兩個專案需要設計師協助 然後他自己選出這兩個答案這樣子 所以到時候如果真的要做前端的話 應該是可以把上面的reference都列出來 就比較有參考的事情這樣 然後我們剛剛還有試到 就是有一個是就我說 請問違章工廠 就是違章工廠 我想參加違章工廠 應該跟誰聯絡 你想參加違章工廠 的專案 參加違章工廠 主任 誰聯絡 違章工廠 可以看違章工廠 現在就有跑出小海 正確答案小海 對 所以他現在就是可以做到這些了 然後當然就可能準確性上面 可能因為我們後來後面之下 非常混亂 但是他已經可以做到這樣子的答案 那我們就接下來會希望可能看有沒有前端 或者是也許串上Google的calendar 然後讓我們之後就可以問說 我下一次想參加JuitingV的活動 最近的是什麼 他就可以顯示出 也許下一次是童花松 那就可以去報名 所以就是目前今天的成果 然後非常感謝張宇跟今天參加的夥伴 感謝